老花一每日一答回答一下兔宝们的养花问题啊 第一个兔宝说老花一我这个黑天鹅海鱼长了两个花剑 然后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可以的 不让它长花剑是完全可以的 话说怎么样呢才能让它长叶子啊 你把下面的那个老叶子给它剪掉它就开始长新叶子了这个老叶子都花黄了你还不剪 它不留着 站的地方吗对不对 下面那个老叶剪掉适当的用一丢丢的肥料正常的养护我看凝胶的水稍微有一点点的多可以稍微 减少那么一丢丢别的没啥 小哥你好帮我问问帅花一 地载的锈球转到盆内一天后叶子有发烟怎么改善 再修剪修剪这个没事不要强光暴晒啊 不要强光暴晒 用的盆稍微有一点点的小 把花什么的该剪的剪一点可以重剪 尤其是大家 听我这么一句话叫人挪活树挪死 树挪不是说就得死 你可以把它那些个没用的枝条全部剪掉 就是光挖个根过来 它还可以再生 好吗花友 你要盖它这个点 要狠心一点 多修剪修剪 浇水的时候浇个透水不要暴晒 可以放到你那个树底下阴阴凉凉的地方通通好一点 别的没啥了 像个周伯说百合这样的情况会不会烂根啊还能安全度下吗 根是不会烂但是花是开不了了 好吧 然后您浇的水还是稍微有点多给我的感觉 不怀疑下 我也怀疑下面有一丢丢的烂根了先控水吧 您记住了养花浇水不干别老浇 并不是你给的水越多他给你的回报越大不是这样的 下个周伯说黄化病吗怎么养护 北方夏天有太阳需要遮阳吗需要遮阳是黄化病 这有点晒有点黄化 用繁肥水稍微遮阳把不好的叶片给它剪掉就行了 好吧别的没啥了 地在的都有黄化病可以用繁肥水 下周伯说花包有点烂了这啥原因 这是你经常喷水吧 因为你这样问我原因是跟你说不出来 但是我看您用的这个盆也有点闷根 然后呢您那可能也很热 另外叶片的有些黄化病说白了就营养不良 到人身上的就贫血到植物上面就黄化病 浇水的时候控制一下不干别老浇 如果说这个花包不行了你就拿剪刀给它剪掉等下一步 先养活了再说好吗 下个话我说锦带的叶子发焦 整个的焦 这个没事啊 别说你的我的那个也是 我的那个现在也发焦了 觉得给晒过头了 晒过头了 敲过水了 都会这个样子 我那个呢是敲过一次水 特别严重 所以说呢就发焦了 怀疑你这个也是敲过水 别的没啥了 希望画我们养花的时候呢开开心心的啊 觉得不特别点个赞 请点个赞 请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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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